这位同学问 错下一句的公案 问大修行人环落英国否 此大修行人是指什么境界的人 而后面的答说不媚英国 此四字又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的大修行人 这个是古老的公案 是伯障大使的公案 在语录里都有记载 大修行人最低限度是阿罗汉 必须超越三界六道 他才有这个能力 六道里面那不算了 纵然到飞翔飞飞翔天 环是六道反复 阿罗汉菩萨超越六道 那么再往上提升 那大修行人是超越舍法界 那这真正叫大修行人 那这些人就是过去生中造作的一音 还受不受这个善悟果报 问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大修行人有两个讲法 这两个讲法 真正的讲法的时候是发生大死 破一瓶无名这一份发生 如果把这个水平降低呢 也是断尽丝烦恼 震阿罗汉菩 这也算的是大修行人 小臣的大修行人 不媚因果跟不落因果是两个意思 不落因果是没有因果 在过去造的窝不受过报了 这叫不落因果 不媚因果呢 还是受报 受报清楚 这叫不媚 媚是明了啊 不媚是明了 媚是不明了 不媚就是明了 我受的果报 知道这个果报是过去什么样的 业因干的的果报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个叫不媚因果 我们读高僧传 你看这个安石高大死 他在过去年次到中国 广州还命债啊 那就是不媚因果 前世误杀了众生 这也是故意找到前世的 被他杀的这个人 跟他在一起 也被他误杀 这个因果就结了 杖就结掉了 他为我们实现了 他有这样的神通道理 他可以避免 但是你这一生避免 来生避免不了 深深世识 这个账欠到在那里 不是办法 总都要还钱嘛 欠命的还命 欠钱的还钱 诸位从祖师大得了 这种种的实现 我们就觉悟了 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世间 人与人之间 哪一个人想占 哪个人的便宜 没出道理 为什么呢 你这一生占便宜 来生要还人家的 真正看清楚 看明白的 没有占便宜的 也没有吃亏的 所以今生 如果你有钱财 被人骗去了 你一点都不要难过 为什么呢 你现在没有神通 你现在是未因果 不是不媚因果 你不晓得这个 前因后果 那么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 我过去世骗他 今生他把我的骗走了 这个账了了 欢欢喜喜账了了 如果我过去生 没有骗他的 他来骗我的 没关系 来生他会还我 你有什么忧愁吗 你一生活在这个世间 快快落落 欢欢喜喜 没有吃亏 也没有上当 也没有任何便宜好战 所谓一银一诸 莫非前定 因果通三世 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好 谢谢你 谢谢大家